我不太适合那个表演的东西 所以就停下来 就没有想 所以从来都没有想到 今天我可以做这一行 对 做这一行 我真的没有想到 1998年 周星驰为他的新片喜剧之王 挑选女主角张伯芝意外中选 这部影片改变了张伯芝的命运 他的演绎道路由此变得星光异矣 还记不记得周星驰来找你拍那部电影 是他打给你电话 还是他打给你 比如打电话给你家人 没有啊 有一天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弟弟突然来我家 然后就拿一本夹剧 飞过来我的船 下面 然后就告诉我 周星驰找你拍戏啊 你是女主角啊 然后我说 不要开玩笑啊 没可能啊 然后他说真的 你看一下 然后我就打开那夹剧 真的看到 他就说找我去拍那里去找 然后我就觉得 哎 那个机会也蛮好啊 不如试试看啊 那个价钱 其实那个钱我没有问题 我就是想试试看 然后我就去 去周星驰那边 你在戏剧的时候紧张 一点都不紧张 因为我最最难玩的就是 因为我在喜剧剧完里面 我是一个非常 是一个非常烂的女生 然后周星驰说 有一场我们戏的时候 有一场戏我是要抽烟的 通常女生 他们新人来讲 他们一定是假装自己很乖啊 不抽烟啊 那种感觉 然后周星驰就说 你拿那个笔 假装是你在抽烟 然后我就跟他说 喂 不行啊 你给我一根真的烟 我就抽一根真的烟 然后我看到周星驰的眼神 就是觉得 诶 那种女孩不得了 对啊 那女生怎么会这样啊 她是新人 她那么大胆 然后那么诚实 那么坦白 就是拿起一根真的烟去抽 我觉得她就是因为那一点 所以觉得我应该可以演到她 想我演的那个角色 所以她说 你当时会不会抽那个烟 我根本就抽烟 我从15岁开始我就抽烟 对啊 所以有很多人说 张伯志是一个狱女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是狱女 我也没有去故意去骗人家 我是很乖啊 我不抽烟啊 我不喝酒 我根本就是抽烟的人 我根本就是喝酒的人 然后我也不介意人家怎么去看我 对啊 一开始跟周星驰演戏的时候会有压力吗 不过你刚才说你完全都不紧张 完全不紧张 然后我常常发她脾气 你发她脾气 对 然后我常常骂她 然后他们觉得 哇 那个新人那么厉害 然后我有时候跟她感情也好 但是有时候也有骂过她 但是她对我很好 真的 对 在这里 干什么 干什么 不要动不动就劈开大腿夹着人 啊 不好意思 你直接便 喂 你上次说咬我是不是真的 是啊 没骗我吧 当然没骗你啊 等着你呢 你们还是把话说完吧 不过别太晚了 知道了 这一次开始觉得对演戏有兴趣了吗 对 发现自己天生应该做一个演员可以拍戏 对啊 比如说让你哭 我知你要哭 对啊 你现在要我哭 三秒钟我就可以哭出来 真的吗 对啊 试一下 呃 待会吧 对啊 所以我觉得 那个是 上天给我的 拍那部戏之后我都没有想到 呃 可以变成今天的这样 我只是试试看去 去玩玩而已 对啊 嗯 我一定要拿到追战女主角 好 全都是我的奖 喜剧之王的成功让张伯志一下子成了香港媒体的关注中心 他的名字频繁的在报纸杂志和电视上曝光 张伯志随后主演的几部影片也相继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在经纪公司的安排下 他又不失时期的进军歌谈 不到两年的时间 张伯志一跃成为香港娱乐界的小天后 张伯志也不例外 我觉得他是一个感情丰富 但也很容易受伤的人 他看起来有一些忧郁 但是他也很要强 他不愿让别人看到他不快乐的那一面 他是我的我们公司的人 我们很好朋友 但是不是男朋友 年轻漂亮的张伯志入行之后 就与多位圈内男艺人先后传出绯闻 而青春偶像陈晓东 则是张伯志唯一肯于公开的恋人 这段年轻成为东之念 一般的明星 尤其香港的明星 他自己的私生活会 把他盖得严严的一点都不让别人知道 但我觉得你的个性就是 我要是在谈恋爱的话 我不介意让别人知道 对 因为以前我跟东东 我们公开 因为我觉得我们拍拖我们真的相爱 那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公开也没有关系 但是公开 再来一件事 我公开的好事 我应该来不让你 把我感到的 没关系 我就是